无名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深色西装 都是比较统一深沉内敛 就符合谍战片的这种情节的这种需要 和风格的需要 其中有一张海报 前面是梁朝伟站在这 他身后是王一博 王传军是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三个人的服装其实都不一样 前面的梁朝伟 他的身份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地下工作者 所以他要尽可能的沉稳 没有太醒目的那些造型 他穿的是六厘扣的枪拨头的西装 因为他是第一主角 服装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最强烈的 后面的王一博也是枪拨头 他穿的是流行那种宽垫的H型 甚至有一点T型的 就是男性英型形象的那种扩形的一个特征 而且领形都是线条比较硬朗 也像刀锋一样 和王一博这种很帅气的英语很大 做事果敢利落的这个形象 正好能够吻合在一起 还有大鹏饰演的部长 他的着装上要更体现一个高级感 你会发现他的身份越高 包括越往上 通过这个领真的一个小细节的一个设计 表现他的这个位高权重 和这个梁朝伟的角色和王一博的角色就区别开了 这就是色彩 色彩语言 服装语言和这个角色语言 然后他在逻辑上是相互的能够互相支撑 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视觉语言